像是王世堅AKA學姊的證婚人 也認為說這監視器的預算有問題嘛 關鍵問題就是在這裡 如果照市警局的推估 會差8000萬 天啊 這麼天大的數字 我柯文哲還沒下台 你會國民黨跟兵家 已經開始點了幾個屋前了 這實在單位掉8.6億 國家可以這樣幹的嗎 台北市府的各個單位有網路的需求 只能優先使用 台志光這家公司 北市府的網路自主權 等於就此被綁架了 112年呢 這個錄影監測器的預算案 因為柯市府提出了複議案 當時國民黨團假動出席的臨時大會 準備要來處理這個案件 結果大會沒有人同意複議 然而 魔鬼就是藏在政黨協商之中 沒有問題也是藍綠說的 出了事了 藍綠也能怪給柯文哲 難道在這些政治人物的眼中 只有政治利益 那人民的利益呢